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unny 今天是2024年8月14号,星期三 大盘现在正在一个V型反转当中 这是我之前的猜测,而不是预测 有意思的是,事情正在往猜对的方向发展 我在做这档财经节目以来 有时会进行赌概率一样的猜测 比如曾经有一次猜测下周大盘最多跌4天 那次正好猜中了 这次我猜测大盘可能会形成V型 所谓的V型就是在经历一轮暴跌之后 在一个低点拐头上涨 然后头也不回的重新回到暴跌前的点位 甚至是再穿新高 技术分析的教材中都十分敬畏V型地 认为这是一个无法预测 也无法确定买入点的K线形态 V型总是在走完了之后才被人们所识别 而事前却很难完全断定它是一个V型 我之所以猜测大盘可能会形成一个V 有两个依据 一个是美股经常这么干 特别是在暴跌之后的反弹 直接回到暴跌前的水平 这种情况在美股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有时候美股形成了巨大的V型 有时是日内一个V型 V型有大有小 但发生的机会却不低 另一个依据是这次的美股暴跌 以及恐慌指数飙升 没有宏观经济崩溃的事实作为基础 纯属是投资者恐高正犯了 瞎财经济要衰退 事实上经济还没有任何衰退的数据和依据 暴跌必然会引来坚信美股的投资者的抄底 从而迅速反转 不过我非得强调一下 V型是猜测而不是预测 根据概率不同 高概率的事件是可以预测的 一半一半的概率只能叫做猜测 有一些形态可以很好的预测 比如像头肩底 双重底 突破进线之后大概率会上涨 所以是可以预测多头行情即将开始 在一轮上涨的调整之后 突破串新高的也能够预测看涨 因为突破的压力位会变成支撑位 用来支撑股价继续上涨 那么接下来大盘如果真的形成了V型 它的行情演变 正在迎来变盘的关键时间点 今天大盘三大指数均上涨 标普涨了0.38% 涨幅不多 但是贵在坚持 自最低点反弹以来 标普指数连续攻克半年线 60日线 20日线 5日线 只剩30日线还压着了 反弹比较的顺利 V型就在展开 但是因为反弹的V型已经走完了一半 关键时间里随时结束 并向下二次探底 只要V型走完了三分之二 那二次探底的概率将会大大变小 重新回到历史高点的可能性 将大大提高 所以这是V型反转 还是下跌途中的小小的反弹而已 那就看未来几天 能不能维持反弹上涨的趋势 那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0.03% 反弹有点乏力 那未来的几天如果不反弹了 那么V型就会失败 因此变盘时间点就在本周剩下了三天 如果能顺利保持反弹势头 那么大盘继续看涨 只是纳指的反弹还没有收复暴跌 波段了一半 目前人没有把握再串历史新高 那也就是说能够继续反弹就不错了 走一步看一步好了 今天公布了个重磅数据CPI 美国劳工部周三报告称 作为关键通胀指标的消费者 价格指数7月份较上年同期上涨2.9% 这个数字低于6月份的3% 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整体CPI在本轮通胀以来首次跌破3% 回到了二字头了 扣除了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CPI 从6月份的3.3%回落到7月份3.2% 核心通胀率进一步向美联储期待的2%靠近 但仍有一段距离 今天的这个CPI数据将支持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的决定 使得9月降息的概率维持在100% 新西兰央行今天在加息周期以来首次降息 截止今天 加拿大 瑞士 欧元区 英国 新西兰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开启了降息周期 未来能够降多少不确定 但是至少大家都憋不住了 在发达国家普遍开始降息的情况下 美联储将会大概率降息 再过12天 发达国家央行行长们要围坐在杰克逊霍尔森林的火炉边 对着鲍威尔说 我们都降息了 你怎么还这么强硬呢 于是 我们极有可能在本月下旬的央行行长年会上 看到鲍威尔的鸽拍讲话 除了宏观数据显示了消费者价格的放缓 有一家上市公司 也表示高利率环境导致人们推迟的装修项目 Home Depot 2024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公司在美国的门店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3% 此外 顾客在门店的消费金额也下降了1.3% Home Depot是在北美卖建材和工具的大型连锁卖场 这家公司也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要关顾的一个地方 公司的CEO在财报讲话中说 本季度利率上升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对消费者需求产生了更广泛的压力 导致家庄项目支出减少 意思就是说利息太高了 人们钱也不太够用 专修这种可以缓一缓的开支就靠后放一放了 Home Depot的CEO还说 利率上升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影响 住房成交量下降了约40% 房地产市场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 房子的成交少了 Home Depot的专修材料就卖的少 那这个逻辑是没有毛病 CPI的数据从宏观层面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美联储约长达两年的量化紧缩 和提高利率的限制性货币政策 确实是在整体的物价上面产生了影响 那么Home Depot则是从微观层面 反映了高利率环境限制了人们的可选消费 通胀侵蚀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 整体消费需求受到了限制 HD的股价长期牛市 公司有回购和高股息两个回报股东的措施 除了每年150亿美元的回购 还有高达一年一股8.68美元的股息 Home Depot曾经也入选过我的每月必买三只股 以前选出来的每月必买三只股 事后发现长期表现还是都可以的 只不过在熊市以后啊 我是举双手投降 没有再做每月见股了 如果大盘能够再串新高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恢复每月必买三只股的有关交流 说到个股 我的站上有一只股 今天爆了个雷 那就是谷歌 一早有一个谷歌反垄断 可能被分拆的消息 在法院裁定谷歌垄断在线搜索市场后 美国司法部可能会寻求拆分谷歌 有一种说法是把安卓和Chrome浏览器分拆出去 另一种说法是禁止谷歌签独家协议 垄断苹果的搜索入口 还有啊 迫使谷歌要和对手分享更多的数据 采取措施防止谷歌在人工智能产品上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那我们知道 美国司法部盯上的防垄断目标 可不止谷歌 苹果也在诉讼当中 微软则早就已经被司法部摆过一道了 欧盟也时不时的拿这些巨头来开刀 隔山差五的罚款 我们在投资美股时 喜欢那些护城和深的 垄断的 找不到竞争对手的公司 但是呢 这些公司总是会成为反垄断的目标 相应的利空消息也不可避免 美股市场有两类股票 一种是垄断的 一种是充分竞争的 充分竞争的行业 要想获得超额利润比登天还难 垄断了才能够创造高增长 高毛利和高利润 我账上的谷歌持有一年半了 利润五千多吧 随时可以获利了结的 今天本来是想卖掉算了 但是下手之前还是忍住了 真的是买入容易卖出难啊 这就使我的投资组合 很容易变成长期投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 养成了对卖出股票的克制 只要不卖出 股票就可以持有很久 另一只被盯上的反垄断目标 就是苹果 苹果最近在机器人和VR上面有新的动作 苹果的下一步可能是推出一款桌面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将成为首款搭载Apple Intelligence功能的家用设备 这款设备将会利用机器人技术来移动显示屏 以方便在视频通话中更好的模仿用户的头部动作 甚至是能够在通话中锁定特定人物 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串心的概念 可能会给用户带来更加丰富和互动的视频通话体验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集成了智能助手和机器人技术的创新产品进入市场 那说到VR呢 现在越来越先进好玩的VR装备正在问世 首先是Virtue X公司开发的全身VR游戏系统 Only One 这个设备已经开发了十多年 终于要在9月10号上市了 它能够让玩家在虚拟世界里面像真的一样走路啊跑步 甚至是跳跃 就像是电影头号玩家里面那样的 不过这个设备不便宜啊 售价是2595美元 而且目前只是在美国销售 另外还有一个更便宜更舒适的选择 那就是英国的Roto VR公司推出的Explorer轮式转椅 这个转椅是为解决VR中的移动问题设计的 而且呢 它是第一个获得Mate for Meta认证的产品 意思就是说 它是特别适合搭配Meta的VR眼镜来使用的 这个转椅的预售价是799英镑 预计10月会发货 苹果今年年初的那个昂贵的Vision Pro啊 实在是太贵了 用起来也不见得物有所值 所以热度很快就冷却了 接下来 苹果可能会最早于明年推出一款更经济实惠的高端Vision Pro耳机 而且苹果还在研发一款智能眼镜 可能会在几年后上市 总的来说 VR是一个比AI更早的炒作题材 这两个总有一天我们感觉到会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在VR当中会享受到人工智能 人们不必回到现实的苦难当中 只管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度过愉快的时光 苹果这家公司看来还是留有后径 以后有大跌不如补一点货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